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天这期节目应该说算是一个网友互动 因为这几天我还是持续的收到一些网友的 给我的一些信息 今天我是收到了一个小朋友的信息 也不算小朋友也是上初三了 也不小了 他是跟我说他现在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现在初三 他已经是看透这个事情的本质了 就是说属于这种觉醒过来的人了 他对于历史他也是多少有一些了解 其实对于这些大师大妃 这些不是多么难理解的道理 他也是明白人 他就跟我说想要移民想要出国 他也跟父母说了 他毕竟才上初三 他跟父母说 结果他父母就跟像披露仇人一样 把他给披露一番 把他给骂得体无全服 他就特别的痛苦 然后就给我发了个信息 然后就是说想听听我的意见 主要就是说将来想要移民 希望我会跑的事情 当时我也是顺手的打了一些字 提了一些建议 然后我想想这不只是他一个人 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 因为许多想出国的人 有的是那种伸手党 有的是他这种 有着明确的强烈的意愿的人 那么对于这些朋友 我就专门再去做一期节目 给你们一些忠告 或者说给一些我的建议 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朋友们 还在上学的朋友们 我的建议也就不多 也就分三点 第一个是要掌握一本技术 第二个是掌握一本语言 或者说掌握两种语言 第三个就是要学会谋生 简单来说就是这三点 那么下面咱们就往细了延长去说 首先说第一个 为什么要掌握一本技术 俗话说的好 记不压身 你走到哪里 你都能有一口饭吃 今天给我留言的这位朋友 他说他是在学编程 自学编程 至于他的水平是多少 他也没有说 但是我估计怎么着 也算是入门了吧 那么我就跟他回信说 你要把编程技术 要继续的去学 要继续学的比别人都牛逼 这是第一个 你有了一门技术 你将来你才会有一个这种 安身立命 这种一个一技之长 能够让你去取妻生子 买房买车 就靠这门技术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 技术是一定要掌握的 如果说没有技术 赶紧去学这门技术 就算你学不会编程 你也可以去学其他的 其他的朋友们 因为我知道学习编程 是一个特别烧脑子 特别考验 这个逻辑思维能力的 这么一个技能 所以说你不会编程 你可以去学其他的 你可以去学个厨师 也没问题 你学个理发也没问题 你去学一个按摩 这都没问题 这都是可以能够 让你将来去养家糊口的技能 这是第一个 一定要掌握一门一技之长 那么第二个 一定要去掌握一门语言 这个大家都没有意义吧 首选的语言是英语 英语是必须要掌握的 其次像其他的语种 像西班牙语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语种 全球也有好几亿人 在说西班牙语 整个拉丁美洲 全部都说西班牙语 除了巴西他说葡萄牙语 其他都说西班牙语 包括美国也有超过 几千万人说西班牙语 比西班牙的本土还多 所以说西班牙语 它这个适用性也很强的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说 他的目标国不一样 他比方说想去德国 想去日本 想去韩国 那么你可以把德语 日语 韩语 提前学一学 当一个业余爱好 你每天就玩着玩 念一念 背一背 提前掌握一门语言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到了国外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不懂语言的话 你有很多话你表达不出来 你有很多想法 你有很多观点 可能在你对面的人 一个老外 他是有可能跟你成为一个好朋友的人 但是你因为这个语言的沟通不畅 就有可能使你失去这位朋友 而且你在国外 你要是能够说着一口流利的外语 能跟老外去交流 那么你获取的是第一手的信息渠道 知道吗 因为在国外我发现 你凡是从中国人那里去获取信息 获取渠道 他们在转给你的时候 都要去加码 都要去加价 本来是不要钱的信息 经过我这转业导手 可能要少了三五千 多了三五万 这就说明一种语言的重要性 那么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能够独立 能够自强自立 能够摆脱父母 能够自己的活下来 我是这么说的 就算你现在你会编程 但是你到了美国硅谷 他不一定用你 他不认识你 你语言不好 没法沟通 他不知道你水平怎么样 就算你编程特别的牛逼 你马上你到美国去了 你到硅谷去了 你找不到工作了 你很难找到工作了 或者说你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那么在这期间 你怎么活下来 所以我就说了 你不管说你去餐馆里 去洗盘子也好 你还是去工地去搬砖也好 洗盘子搬砖这活我都干过 我也是过来人 还是去饭店去蛋糕跑堂 还是去做个快递员 还是打个散工 给别人割草 都可以 没什么面子不面子了 把这个面子彻底放下 面子是什么 面子是个屁 知道吗 你不要再在乎面子 一定要让自己能够活下来 当你能够自强自力 你不依靠父母 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 你在国外 你在西方国家 你就会赢得所有人对你的尊重 然后这时候 你就逐步的去稳扎稳打 这时候你有多少技能 你再去使多少技能 这时候你有编程的技能 你再向别人打听 我能不能去硅谷去工作 找中介公司 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份硅谷的工作 我会编程 是吧 我会炒菜 哪个饭店去大厨了 我去涨个勺 是吧 一个月工资也不少 也翻倍 至少比刷碗要翻倍 我是过的人 之前我也刷过盘子 之前我也搬过专 但是我之前我也掌握了一门修电脑的技术 如果说我愿意的话 现在我想去某家电脑公司 去做一个售后的维修 做一个基础员 工程师 我还是能够胜任的 但是我需要稍微的去温习一下 因为像之前那时候什么 因为像一个电脑的主机板 以前还配什么南北桥 是吧 现在只有一个主芯片了 然后还有什么CPU 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生卡网卡 是吧 生卡网卡 什么clock失踪了 各种各样的什么上电 时序了 哪是先哪是后了 你电脑你按一个按钮 直到这个电脑屏幕亮了 经过哪些这种线路 我心里我都清楚 我到现在我都硬在脑里的 当时我是花了半年时间 每天学到脑子发热 每天学到脑子冒烟 我把这些理论全都灌进去了 我不是理工 我都硬着把修电脑 这枚技术给学会了 所以说我到现在我都没忘 我把那些线路图 我拿回来 我看看 我温习一下 然后我再拿万用表 我再拿电脑铁 我再拿那个试播器 我还能去修电脑 是吧 我不是自媒体 我还可以去修电脑 只不过我有其他的选择 是吧 我就不去修电脑了 我来到西班牙 我举目无亲 我也没有任何人 我去哪个地方去修电脑去 哪家公司收我去修电脑 所以说还是从刷盘子做起 还是从搬砖做起 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 这第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人说我能吃苦 我能吃苦 我腰好腰好 腰好你不要吃后援甚饱 你真去工地干几天 你真去饭店刷几天盘子晚 就知道多累了 这个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在国内也要适当的去建下身 去保养一下身体 将来出国也算是有一个革命的本钱 主要就这三点 掌握一门遗迹之长 学习一门外语 然后能够放下架子 能够自强自立 自己养活自己 不依靠父母 就这三点不难吧 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特别的困难 那至于其他的建议 很多人还问我其他的建议 那其他的建议我就不说了吧 你比方说人性这一块 我就不说了吧 像什么江湖这一块 我也不说了吧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人生他在走他这条人生路的时候 他所看到的风景都跟我不一样 我不能够拿我看到的 就跟你说这个世界是什么颜色的 你的眼里有你的世界 有你的颜色 我说这个人性都是很坏 或许你经历的又跟我不一样 或许某些人可能就是说 从小他这种心智都比较成熟 然后就是说这种思考问题也比较缜密 颜值也不错 做事也是招人喜欢 那么他遇到好人的几率就大大的大于我 知道吗 像我这种脑子就在迟钝 颜值也不太行 然后做人做事也太实诚 所以说遇到那些人 好像谁过来都想踩你一脚 我不能跟你说这个世界上全部都是坏人 但是你也不能说这个世界上全部都是好人 我经常说人性人性 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理解的人性 至于江湖 我觉得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人的地方就有规矩 有人的地方就有潜规则 就有明规则 有人的地方他就有黑社会 就有白社会 这个需要你自己去看了 需要你自己去适应了 美国有美国的这种生态文化 西班牙有西班牙的生态文化 还包括像什么意大利纳布勒斯 最近我看电影 我总喜欢看意大利题材的电影 因为纳布勒斯的黑帮给我展现的是另外的一个让我感觉到很好奇的世界 那里的黑帮那里的当地的风土文化呀 但是你要是把这个视线又移到了巴西 巴西的礼约贫民窟 你看以前的电影上帝之神 那又是另外的一个江湖 截然不同的江湖 毒贩可以在大街上拿着枪 可以工人饭毒怎么样 是吧 这个电影里提的 这是另外的江湖 这每个人的人生路 你们会经历自己的不同的江湖 有自己不同的风景 这方面我就不讲大道理了 这讲了有点多 这后半段可能扯蛋扯的就比较多了 那好吧 希望国内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绝望 人生要有方向 要给自己定目标 给自己定目标之后 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今天感觉好像说在 以老卖老一样 没这个意思 就是给大伙传达一些自己的一些观点 有一些能分享的经验就分享一下 有些经验不适合你们 我就不说 然后就扯淡 扯到现在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